大家好,我是公子爱地理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国最大的两个岛屿 台湾岛和海南岛 绿色区域代表的就是台湾岛 黄色区域代表的就是海南岛 两个岛的面积差不多 但是岛上的机场数量竟然相差三倍之多 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海南岛 海南岛的面积约为3.39万平方公里 是我国第二大岛,人口有900多万 由于海南岛中间高,四周低 所以人口和城市主要分布在四周的沿海地区 现在我们看到闪烁的红色标记这里 就是海南岛上的机场 一共有6个机场 其中位于北部省会城市海口的美南国际机场 是全岛最大的机场 下面我们拉近距离来看一看美南国际机场 这个机场的规模很大 可以从飞机的数量看出来 大家看这个机场停放了很多的飞机 也可以看出这里的航运需求量比较大 航运比较的防满 看完了这里的机场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三亚市的机场 三亚位于海南岛的南部 由于旅游业发达 交通需求量大 这里拥有两座机场 其中大一定的机场是三亚的凤凰机场 凤凰机场也是全岛的第二大机场 在凤凰机场的东南侧是一个比较小的机场 从整体上看海南岛的机场 主要分布在岛屿的四周 而且是平原人口密集区 所以布局上还是蛮合理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台湾岛 台湾岛的面积约为3.58万平方公里 比海南岛的面积略大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岛的岛屿狭长 从最北端的富贵角到最南端的鹅卵比 长约390多公里 台湾岛的地形是东高西低 中东部是山地 西侧是狭长的平原 也是台湾众多城市的所在地 我们可以看到四角下方有很多的城市 下面我们把四角切回到台湾岛的上空 我们看到图中闪烁的红色标记这里 就是台湾岛上的机场位置 我们可以数一数 一共有20座机场 而且在西北侧和西南侧形成的密集分布区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北侧的机场 这里位于台北附近 在台北以西 约60多公里的范围内 竟然修建了6座机场 而且这其中只有桃园国际机场是民用机场 其他的机场都是军民两用或者非民用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台湾岛西南部的机场 这里位于高雄市附近 可以看到机场的密度也是很大的 这片区域南北跨度大约是50公里 按理说这么小的区域陆地运输应该是能够满足需要了 但是竟然也修了7座机场 我们拉近视角来近距离的看一看其中的一个机场 可以看到这个机场还是很特别 因为它的跑道两侧修建了非常多的停机库 这种拱形的建筑就是停机库 数量很多 隐蔽性也很强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它附近的另一个直升机机场 四角下方就是一个直升机机场 可以看到停机位非常多 也可以看到一排一排的直升机 整个机场的规模非常的大 看完了这里的机场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台湾岛东侧的机场 台湾岛的东侧主要有台东机场和花莲机场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台东机场 大家看台东机场是依三而建 外形看起来不像是民用机场 而且在山里面有吸菌的很多的停机库 直接和机场连通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花莲机场这边 大家看花莲机场也是建在山脚下 情况差不多 这里的山里面也修建了很多的停机库 与这个机场是连通的 跑道都修到山里面去了 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停了有多少飞机 总体上来说 台湾岛上的机场密度之高实属罕见 如果我们把机场用一根线连起来 大家看可以看到 形成了一个绕岛一圈的环线 台湾岛虽然和海南岛面积差不多 但是机场的数量和密度达到了海南岛的三倍之多 相信它的运营成本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这里的机场密度确实是非常的密集 实属罕见 好的 今天我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关注下吧